清代的乾隆皇帝向江南时路过徐州 喝了当地的一种汤,觉得口味十分独特 便喊来厨师询问,这是啥汤 厨师哪里见过这么大的阵仗 一时紧张便顺口说道,这,这就是啥汤 乾隆疑惑道,哦,那这啥汤的啥字怎么写呢 厨师一时哑口无言 旁边一个学识渊博的大臣见状联盟解释道 就是一个粮食的食,加一个其他的他 乾隆皇帝听了哈哈大笑 食他,食他,连读起来可不就是啥 很好,很好 于是,这种汤就定名为啥汤 而且,秦龙皇帝还把它封为天下第一根 那这种汤就定名为啥汤 家,与这种汤就定名为啥汤 太来,食一切好 说凌晨 好喘 穿了 好办 出品 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